谢谢大家 我是《依依向前冲》的编剧 也是他原小说的作者 然后我想说的是 从小说到电视剧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对我自己来讲只有四个字 梦想成真 但是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板 《苍狼天下》的贺小龙先生 给我的机会 然后导演王嘉宾先生 也是我碰到的 今次觉得非常非常敬业 然后在整个剧组 都有口戒对的好导演 我相信再加上 童雷 霍建华 以及我们所有的优秀的演员团队 一定会呈现给大家一个 特别完美的一一向前冲 我自己也在期待 大家一起向前冲 谢谢 那个《制片人》跟导演 已经说了很多了 把所有的故事也介绍了一遍了 那我觉得大家以后有看戏吧 我觉得对于这个戏 一定有很多的期待 然后我觉得大家说得很轻松 但是无形当中给我的压力特别大 因为这个戏就围绕周一展开的 那么导演也专程去了一堂 波和浩克在我拍上个戏的时候 又给了我压力 所以这个戏对我来说压力压力 但是在签这个戏之前 其实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当时我的经纪人 看完这个小说之后 然后就说 发给你的词本 然后我说 哦 我看看 然后他说 这不写的就是你生活中的你吗 我说啊 是吗 然后我就看看 我就觉得真的 的确是挺有我生活中的一面的 虽然我以往演的角色 跟这个戏的类型差别很大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 至于压力不会化为动力的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就是一个心态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这一次对我来说 因为我觉得所有压力 都在同类身上 那么我就好好享受 这一项的成都之行 你的麻辣烫 还有麻辣锅 还有跟导演一起的创作 享受这个 王林老师的这个创作这个剧本 享受美食 看看美女 对我来说这够 特别感谢一下 何总 他很早就找到我了 其实这个戏我挺早的定 我以往这个状态也比较少 就是说 那么早就把一个戏定了 我们好像提前好几个月就定了 是吧 谢谢他 就是 相信我可以胜任这个角色 特别认识他 然后我也觉得他特别 心意心为的 大家非常诚意合作这个戏 所以我就来当一个 诚实的这个绿业 然后能够帮助这个戏 让这个戏能够加一点分数 我觉得特别开心了 谢谢大家 再让我先得非常感谢一下导演 因为呢 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导演之前一直在北京 见一人 见一人 也是一个 因为我家是成都的嘛 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竟然在成都 见到的导演 导演跟我聊完一会 也得及婚姻地说 诶 当时别人在给导演推荐我的时候 实际上我是另外一个角色 导演一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诶 你不就是刘真吗 所以在这儿 我非常感谢导演 让我有这个机会 来参演这样好的一部电视剧 在这儿我非常感谢编剧 我觉得 他给刘真太多的生命力 我就想在这个戏里面 好好跟曹燕谈满恋爱吧 好的 我觉得这个剧本呢 它不管是主要的 或是字要的 都写得非常的细腻 不是说全部集中在 某一个人身上 它其实大家分配的都 挺平均的 所以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所以当初 很早看这个本集的时候 我觉得 这样来做也挺好的 因为虽然曹燕 他不是最多长期的 但是他也把这个人物 写得挺细腻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编剧挺厉害的 我先第一次见他 我挺喜欢他写的东西 说真的 因为以往很多剧本 我会对白改得很凶 这部戏就真的 我觉得挺生活的 然后挺细腻的 所以我觉得 我愿意来做这个事情 大概就这样 我插一句啊 其实霍景华刚才说 玉页可以起皮子 说我把其实没有 绿月和黑的指纹 对吧 站在女性角度上 踏实 踏实 站在男性角度上 是男一号 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我想问一下童美 你说那个就是 这个戏的角色 跟你生活中很像 然后是 女主角色是一个圣女 就你对这个 圣女这个 这种 这种称呼 这是你生活中的 那个样子吗 对 就圣女心态 我目前是圣女 那个 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 霍景华说的 不太对 因为我觉得在 戏里 他非常主要 因为是我心目中的 一个白马王子 是我一直要追求的 一个对象 但是我觉得 我又不敢说出来 所以他在我们 这个戏当中 是一个灵魂人物 所以离开 他是不可以的 他绝对不是立业 然后我觉得 我们是两朵红花 那我就有问题了 不要 那那个 还是要问一下 王剑 就你也是成都 觉得特别轻松 还有一个原因 是不是因为这个拍片 特别轻松 然后片头比较高 所以格财接下来就不行 你这样讲太浮浅了 但是生活是限制的 没有合理 一切都很合理 那么我觉得何总 对我挺照顾的 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 包括我到剧 进组以后 整个组对我还挺好 那这次变成是多少钱呢 没击 这就对啊 商业机密来的 这个人家不能跟他 对吧 这个不可能 不能过来 不然就 以后就不好过 这次变成是多少钱呢 对啊 这次变成是多少钱呢 这次变成是多少钱呢